如果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那就是偶数嘛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限两个变数 然后呢 for k 或 for i 啦 反正这个 range 特别注意哦 你如果直接输入 10 的话 意思其实就等同于 0 斗点 10 这个如果你是 range 里面是 0 开始 这个可以省略哦 那就是 0 到 9 那就是跑 10 次 因为这题目刚好要跑 10 个整数 那 10 个整数的话呢 当然 input 者它输入一个 然后呢能不能整除 R 它就是偶数 反之就是奇数 OK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加一 所以特别注意哦就是 这个变数加等于就是 这个变数等于这个它自己本身加一啦 所以两个写法我们前面都有讲过 你可以写成这样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你可以写成这个变数 OK 大家可以说它自己加 加等于其实可以写的这样 OK 那这样的话就把奇数跟偶数分别判断完就输出 总共就输入 10 个 那其实如果不是奇数就偶数嘛 所以其实奇数部分可以不用判断啦 为什么因为你就用 10 去减就好了 因为跑 10 次 一定跑 10 次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我们这个 奇数部分可以不用判断 如果能够整除的话 那就是就是偶数啊最后这个怎么办 没关系你用 10 去减 10 减掉 这个变数的里面的值 这样不就 OK 了 那这样的话程式又精简很多了 OK 所以执行一下 那这边把它这个刚刚的那几个数字贴上 有没有结果一样 所以程式的部分的话呢当然没有固定 说只能怎样怎样写 不过我是觉得如果可以简化你就简化一下吧 不然的话程式 如果当然写的越多感觉一看就觉得这个会影响心情的 所以像我的习惯就第一个 目测里面马上可以删掉了 马上可以缩减的我一律先把它缩减 否则的话呢就觉得就感觉好像会多那么一点东西 OK 这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写程式的洁癖 觉得说程式里面有某些东西 就觉得好像一定要把它改一下 没有把它改感觉就浑身不对劲 而跑就这个就不是我的东西 那如果你把它修改完之后发现呢 这看越看越顺眼 对 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 这小孩感觉怎么样就是看起来就是顺眼 我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别人的小孩就觉得有点不太 就不是自己的 对啊 就想要打他一下嘛 他如果坏的话就想要 OK 没有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意思是说自己的跟别人的就是有那么 所以我觉得啦 写程式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会慢慢 让那个程式看起来就是不管怎么样 反正你就是要让他看起来就是你的东西 你的程式 那你会慢慢对他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你会慢慢越写越有自己的style吧 我不知道这就 所以写程式有的时候其实 不要特别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很自私化的一件事情 将来去学习我觉得会学的比较长长久久啦 OK 不是说只是为了把这个工具好像就是把它学习好就好了 然后就是只是硬背硬塞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将来你会问题会非常多 因为我还蛮多人就是这样子 就只是说图文吞藻 再不然的话还有蛮多学生是直接Google到的东西贴上 然后可以弄就OK交差了 那为什么问他说你这边有bug又怎么样 是你为什么这样写 他答不出来 OK因为他是Google到的 如果他有bug怎么办 他再去Google另外一个 然后再把另外一个贴过来 又解决了 然后又出问题 然后又再去Google 然后又再贴 所以他等于是Google到的拼装车 那没有一个部分是自己写的 都是贴来贴去 最后呢发生问题 真的他也没办法去 去把它做一个解决 为什么 因为全部都是从别人那边拿来的 好在这里的话 请各位把408 那410的话等下再给各位做联系 那我们先中午休息一下 那下午我们再接着继续来看后面的部分 重点可能就是摆在可能字典跟这个资料库 好 好 中文字幕提供